我這次一定要專先開車 我不會再分心了 小心 又撞到了 Michael 氣車氣車不會突然衝出來造成危險 駕駛的煞車反應時間大約需要1.6秒 有時還是會來不及反應 這時能速速速反應的駕駛輔助系統就派向用場啦 系統共分為三種能力 警告、煞車輔助和主動煞車 那他們是怎麼運作的呢 當前雷達感測器及攝影機發現障礙物時 會利用視覺警示及警示音提醒駕駛 這就是前上碰撞預警系統 如果偵測到駕駛踩下煞車 就會提供煞車輔助 對煞車基建進行加壓 主動輔助駕駛煞車 降低碰撞危險 可是 如果我一緊張就忘記踩煞車 那該怎麼辦 萬一駕駛沒有踩下煞車 系統將主動啟用煞車功能 以避免碰撞或降低撞擊力道 從發現危險到緊急沙停 這就是全速域輔助沙停系統 沙停偵測項目包含車輛 行人 自行車員 都可於特定速域範圍內進行沙停 該項防護機制 與全速域主動式定速巡航調節系統 同樣都是隸屬於前向安全防護機制 如果駕駛都快撞到車 難道他不能避開嗎 當然可以 偵測到危險發生時 前向安全防護系統會先被啟用 然而 如果駕駛這時轉動方向盤 決定向左或向右閃避 系統將停止輔助沙停的功能 該由閃避轉向輔助系統來幫助駕駛 透過前雷達和攝影機 判斷轉向的速度是否恰當 若速度太慢 系統會將方向盤調整成較輕的狀態 若速度太劇烈 則會加重方向盤 讓車輛以適當地轉向力道閃避 避免與前方車輛擦撞且穩定車身 我開車子最討厭現在路上橫衝直撞白癡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們開車會容易嘻嘻嘻呢 侵略性駕車的原因很複雜 大概分為像是 今天心情跟天氣一樣不好的內在原因 和被人按喇叭 超車 擊殺等等 影響到開車舒適度的外部原因 我們將車子視為自己的私人領域 被侵犯了多少會不開心的 不過如果是手握方向盤 就會脾氣暴躁的怒怒症的話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囉 對齁 路上亂開車的人那麼多 這些系統是不是保護不了我 沒有系統是完美的 但每安裝一個駕駛輔助系統 都是在降低事故發生的機率 專家們也已經在盲點偵測 安全氣囊 結構穩定性等功能做加強 加上未來物聯網的發展 擁有一台全能型智慧車 不再是遙遠的夢想 駕駛們長久以來的開車習慣 或許難以改變 但透過智能系統 可以防止人們犯錯 並彌補人類能力的不足 讓馬路不再如虎口啊 哇哈哈哈哈 我在笑什麼啊